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厚厚的云层遮挡住了正午的阳光 阴暗的天空 白茫茫的山巒 神秘的氛围笼罩了一切 仿佛随时都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果然 前面的山坡上 助力着一只好像是小鹿的动物 这是维花鹿 维花鹿 别给它吃啊 不知道不能给它吃 肯肯又冷又饿 冻的 不要吃 不要吃 给它终于吃可以 走到哪个冰站去吧 送到冰站去吧 拉着不 拉着 要不然在这路上死掉了 别给它吃药啊 你给它吃什么 饼干 饼干它能吃不 走吧 给它抱到车上 早要有人家送给人家也行 为了不让已经不能动的小鹿 在这冰天雪地之中冻死 我们决定把它带到能使它活下来的地方 那行 走吧 跟我们一块走吧 关门 为了挽救小梅花鹿的生命 我们设置组也顾不得停车拍片了 经过五六个小时的高速行驶 终于在傍晚的时候来到了有牧民生活的地方 和小鹿分别时 显然大家都有点恋恋不舍 来 都和小鹿照照相吧 好 走吧 望着它们的背影 我们衷心祝愿小鹿早日康复 早日回到大自然的怀抱 享受自由的生活和温暖的阳光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